第十七集 一时之间 平老夫人脸色巨变 而脚步就要跨出房门的曾妇 则是烟中发干 耳中嗡嗡作响 他们都是消息灵通的人物 自是知道 入了那位贵人的亲眼 意味着什么 而那位贵人的声望地位 在他身边 当个被信任的宠婢 都胜过嫁给寻常人做正妻 如果能入他的后院 当个有名分的妾室 那就意味着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不管是曾氏还是平氏 这样的小家族 都可以青云直上 变成成都一地的剧情 到那个时候 门庭若氏一呼百诺 风吟者如云 那是何等风光 何等张扬 当然 如果是仇家 那他什么也不必做 只要透个声出来 灭掉他们这样的小家族 也不过是十天半个月的事 赵管是见自己的话 一说完 老夫人便脸色俱变 简直站也站不稳 心中暗道不妙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 曾富无声地朝平老夫人 晃了晃手 提步走了出去 当他走得远了 沉默中的赵管事 才开口道 老夫人 这信曾的 不等他问完 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的 平老夫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安静之后 平老夫人 一屁股跌坐在榻上 手撑着头动也不动 好一会儿 平老夫人 色着声音问道 当时情况如何 你再说一遍 啊 是 赵管是把当时的对话 复述了一遍 又道 不过 小人事后 曾经询问过卢氏 他说 他与那贵人并无瓜葛 直到是对方认错人了 他说 那贵人认错人了 确实如此 然而小人以为 平老夫人再次打断 赵管是的话头 吐出口浊气说道 原来并无瓜葛 幸好并无瓜葛呀 他的脸色总算是 恢复了一些 闭着眼睛 在自己胸口抚了抚后 平老夫人 有气无力地说道 好了 我都知道了 你先退一下吧 那老夫人以为 有什么事 以后再说 建平老夫人脸色 实在难看 赵管是行了一礼 退了下去 一出平老夫人的住处 卢盈姐弟俩便脚步加速 他们实在不喜欢 这平府里的人 当下左拐右拐 看到有人便远远避开 一出平府的大门 卢盈便伸手按在胸口 那里 放着他的婚书 建姐姐沉默着 卢云也没有说话 姐弟俩走了一会儿后 卢云低声道 姐 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卢盈回过头来 他看了弟弟一眼 轻声道 不 我松了一口气 只是 只是 还有点恍惚 十岁春华如旧梦 他当然恍惚了 收回目光 卢盈抬头看了看天空 楠楠说道 天都黑了 阿云 我们再走快些 嗯 回家弄过晚饭吃了后 卢盈对着烛火 慢慢拿出那份婚书 他把婚书细细地看了一遍 然后把它放在烛火上 看着暗黄的脖纸 一点点化为灰烬 跳跃的烛光中 卢盈低声道 母亲临死前 牵着我的手说 我这辈子 她是不用担心了 她唯一担心的只有你 勾了勾唇脚 卢盈浅笑道 母亲还以为 信赠的一家是良配呢 倒是父亲 我依稀记得 他在临死前跟我说过 他说 阿云 你要记得 你姓卢 你是卢氏嫡系的孙女 你要记得 你也罢 你弟弟也罢 都不是这些庶民 可以羞辱的 卢盈抬头看着弟弟 对着昏黄的烛光下 卢云那张越发显得 俊秀翁翁的面容 卢盈轻轻说道 阿云 我也不知怎的 以前总是觉得 母亲的话说得对 可是现在 却发现自己 越来越像父亲了 卢云盈着他 问声问气地说道 姐姐 我以后会让你显贵的 我也会让父亲高兴的 嗯 这一晚 姐弟俩只谈到半夜 才入睡 第二天 卢盈醒来时 卢云早就上学去了 幸好现在 卢盈每个月 给了他十个铁钱 倒也不怕他饿肚子 卢盈梳洗过 又把房中整理一番后 走到外面的榕树下 望着不远处 郁郁葱葱的山峰 以及从漫天浓绿中 冒出的一株株 粉白烟红 桃树梨树 感觉到天地间 无处不在的生机 不由杨春一笑 正在这时 一阵压低的惊呼声 从围墙外传来 卢盈一针回头 却对上一个 靠在墙头 正摇摇晃晃着的少年 那少年显然是身上 倚靠的东西不牢靠 摇晃了一阵 他连毛双手紧紧扒在墙壁 人却狼狈地抬起头 仗红着一张俊秀的脸 朝着卢盈的方向看来 在对上卢盈的目光时 他蹚得一下脸红过紧 整个人晃得更厉害了 这少年是住在隔壁的邻居 卢盈每天傍晚 与卢盈回家时 都会遇到他 每次对上他 这少年都会一张脸 仗得通红通红的 目光犹疑不定 就是不敢看他 没有想到这一次 他爬墙看他 却被他逮了个正着 见卢盈站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自己 刚刚长成的少女 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 那少年更慌乱了 只见他摇来晃去一阵 突然整个人向下一倒 紧接着 只听得隔壁 砰的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 以及一个人忍痛的 闷哼声传来 看来是摔着了 卢盈有点想笑 他摇了摇头 转身向房中走去 就在这时 一个妇人 有点尖酸的声音传来 扯儿 你又爬墙了 母亲不是跟你说过吗 那隔壁的就是个父母也不在的破落户 那妇人的声音过后 少年的声音响起 母子俩在一阵含糊不清的争执后 卢盈听到那妇人诱导 你要是实在放不下 我会跟他提一提 不过以我们家的声望地位 他断断不能做你的欺世 就在这妇人的声音落下时 那少年陡然声音一提 尖声叫道 不 他很好 我要娶他 听到这里 卢盈微微一睁 自从关于他的婚约仪式谣言纷纷后 卢盈便发现 关注自己的少年郎多了起来 那些隐藏着喜悦和渴望的目光 让青春年少的卢盈感觉到 原来自己还是有人喜爱的 卢盈却不知道 这一切的变化 都出现在他受伤突变后 现在的他 有一种仿佛久经世事 洞察沧桑的沉浸 这种近乎睿智的沉浸从容 夹在青春少女娇嫩的美丽中 变如那碧绿的深潭 陡然看去清澈无比 越是细看 却越是耐人寻味 直视风情无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 林嘉诚 演播 太太子 卢盈翻了一会儿书 很快便把那少年忘到了脑后 读读写写 一直忙到日渐西斜 想到弟弟不久就要放学了 卢盈连忙提了篮子 想到市集中 够一些菜 他低着头走在巷子中 走着走着 感觉到有一束目光锁在他身上 卢盈停下脚步 慢慢回头 这一回头 他又看到了那隔壁的少年 年方十五六岁 正值发育期的少年 身着一席青衫 青衫只是时下最普通的如商 可穿在他身上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严谨 和纹雅 少年虽然腰身挺拔 不过身姿 却是瘦长瘦长的 白皙的肌肤还不够盈润 喉结处 甚至还有一个不小的痘痘 这些都不是重点 卢盈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少年光是站在那里 便有一种疏离中 带着轻烈的美 特别是那双眼睛 竟是如水墨画勾勒出来的 层层渲染 仿佛总有那么一层烟雾隔着 仿佛这世人万千 能入他眼的 却是绝无仅有 这样的少年 真的无法想象 他在不久前 还爬过他家的墙头 甚至还那么狼狈地 从墙头摔下来 刚刚想到这里 卢盈不由暗暗笑道 我想什么呢 他长得再冷凹 那也还是一个 十五六岁的少年郎呢 此刻 这眉目如画的少年 正用那双笼罩在 长长睫毛下的美丽眼睛 盯着卢盈 在卢盈望来时 他抿了抿唇 似乎想要转头 最后 却还是更坚定地盯着卢盈 只是耳朵尖上 渐渐渲染出一抹红色 这少年 竟是眉目如画般 精致而冷傲 这种浑身上下流露出来的 巨人一千里之外 却又让人无法自制地 想要靠近的气息 卢盈还是第一次看到 望着他 他突然明白了 去年无意中 路过平市五房时 听到的一句话 我知他恨我 可就是不知怎的 看到他衣冠整齐 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我就想狠狠撕破他的衣裳 让他跪在我面前 慈福 求饶 四目对视了一会儿 少年哑声道 我叫殷彻 殷彻 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似乎在哪里听过 卢盈思索了一会儿 也不得其果 便点了点头 少年的耳朵更红了 只是那眼神 却比刚才更专注 他专注地等着卢盈 似在等着他的回答 他能回答什么 卢盈低下头 轻轻地摁了一声 转身便走 见他如此 少年急患道 等等 阿盈 他上前几步 走到卢盈身后 声音有点干涩地说道 我今年十六岁 还 还没有定清 我家刚搬到汉阳城四个月 他在干什么 介绍自己吗 不知怎的 卢盈的脸也有点红了 他唇动了动 又轻轻地摁了一声 脚步加速 见卢盈要走 少年急急追上 他一手扯着卢盈的篮子 声音地说道 我帮你提 不用 我听说 你退了婚 我 我也没有定清 无妨的 听到少年用轻烈的声音 结结巴巴地说着这些话 卢盈有点好笑 难道他和他都没有订婚 便可以这般大模大样地走到一块吗 这样不好 卢盈回头看向少年 果不其然 在他的目光看去时 少年马上侧过头去 只是耳尖上的红色 已渗透到了脸颊 少年不看他 却也紧抓着篮子不放 卢盈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抿了抿唇 低声道 这样不好 说吧 他左手轻轻扶开他的手 食指相处时 少年的手猛然一颤 松了开来 直到卢盈走了好远 他还低着头 看着自己那只 被卢盈扶过的手 正在这时 一个妇人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彻儿 彻儿 那妇人叫了几声 枝丫打开侧门 一眼看到沉默不语的少年 他朝巷子另一头的 卢盈家 瞟了一眼 很不高兴地唤道 彻儿 舅母昨天的话 你没有听到吗 那一家不过是个破落户 那小姑子 也只是个寻常村姑 真说起来 还是个被退了婚 诽谤加深的村姑 你以后迟早要回到洛阳去的 这种小地方的姑子 根本就不配站在你身边 这少年表情冷漠 妇人叹道 唉 彻儿 今时不同往日 出洛阳时 你奶奶不是说过吗 这几年 你都不能一亲 孩子 现在还是前程要紧 听到这话 少年抬起头来 她看了一眼打扮得体而贵气的少妇 低声道 她也不晓了 她的声音太小 妇人没有听清 少年也不想让她听清 转眼她抬起头来 面无表情地朝家中走去 现正是万物充裕之时 集市中的野菜 青菜处处可见 卢云撑了两斤猪肉 和五大块猪骨头 又提了一篮子的野地菜 这才向家中走回 当她返回巷子时 刚才少年所站的地方空空如也 朝那儿看了一眼 卢云笑了笑 提步回到自己家中 她才与曾郎姐去婚约 心还处于一种 说不出的疲惫之时 似乎天下的男人都不可信 也似乎便是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 闲着无事时 她甚至想着 从平衣那里得来的钱财 她可以到成都去购一间小小的房子 等弟弟以后成了清 自己又被闲言闲语逼得无处藏身时 便以寡妇之名 住到成都去 便这么一辈子不嫁人 虽然清静了些 却也胜得自在 忽思乱想中 卢云升起灶火 在灶中堆上几块硬柴 在天上一满锅的水后 她把骨头放下两块 做完这些 卢云把篮子清干 提着写好的竹简 提步朝弟弟所在的学堂走去 今天卢云来得晚了些 她刚刚抵达学堂门口 一阵少年的嬉闹声便传了过来 原来是学子们下学了 与好些朝这里眺望的少年一样 卢云一看到众学子 便昂着头寻找起来 不一会儿 她看到卢云 脸蛋红红地朝她跑来 少年俊秀的眼睛中 满是笑意和欢愉 姐 跑这么快干嘛呀 卢云称怪一声 掏出手帕 帮她逝去额上的汗水 姐 今天先生夸奖我了 与卢云一样的 同人特别乌黑的卢云 睫毛扑闪着 她压着声音兴奋地说道 今天先生讲解中庸 说道 天命之为性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使 要我示意 听到我的示意后 先生说我盛会读书 将来或可中个秀才 这时的重秀才 是指学子凭着自己 出类拔萃的文才 得到长者推荐 她与举孝莲 殊途同归 是朝廷的另一种 纳才之道 听到这句话 卢云由衷地兴奋起来 她欢喜地叫道 真的 太好了 想到自己这阵子苦读中庸 时不时还跟弟弟 讨论两句 也正是这样 才使得弟弟 刚一接触圣人经典 便养成反复推丝的习惯 卢云开怀地想到 以后我可以与弟弟 多多讨论一下 圣人经典呢